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来说股价也带2.0%上来 再加上看之前公布的业绩 在不同地区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改善 这点值得留意 但是入市方面的策略 我觉得不要摆太重 都是在现阶段来说 我相信现在市场对它解读会比较正面 亦有些行业出来看不知多少日 应该很大机会上升也好 其实都是这些阶段去做一个搜集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的疫情相对上比较爆得严重 特别在英国方面 你现在要发觉 其实未来应该会不让英国的游客入境 再这一点 其实我相信欧洲的疫情是值得留意 到底会不会严重到 如果要过别地区去做一个鎖定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尽量避免去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鎖定 但是见到疫情近期来说明显就弹壮 上来再加上来陈旦架后 那一定会爆得更加劲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了 要去鎖定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这些股 就算这份汇丰 都会受到拖累会坐下来 要去留意 所以如果真的想继续去铖定下来的话 我还是觉得慢慢去收集 去买会比较为之好 所以如果你持有住的话 就继续持有住 我都记得有网友问 有没有机会上回50元 那都是看你先上回45元 然后就看四个七个半 这样破到之前的这个高位 今天48元 才可以再上网高一点 看回50元 因为50元去到整个六月的水平 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正如之前所说 但是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反映 所以我又宁愿未买的话 可以去考虑 但是要分多几注去买 你现阶段想追的话 那便入住一住村 但是你也要预访它有机会 可能出来调整一下也不奇怪 而最大机会 令到它有机会调整的话 那就是相信 其实是欧美疫情 它有机会放得太厉害 它需要进行一个银行 再令到市场要担心了 到底未来的经济 能不能够支持得到呢 但是这个又要也是权衡到 到底它的经济前景 和通胀的压力 因为问题是 如果你真是 边境去限制欧美那些 它会加速到 会令到通胀 其实它会跌不下去 你跌不下去 通胀升的时候 它就继续有加息压力 它有加息压力 其实会令到这一类型的金融股 其实也是有一个利口 但是到市场上面 到底是哪一样秤 你是加息秤它 是呀 还是经济有机会 怕不太能够支持得到 不太能够持续得到 那一刻你要再去看 但是overall 现在去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仍然是 其中一只可以去留意的一只股份 当然 亦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风险因素 除了禁止之外 始终它也是一只 恆指成份股 你买一个恆指 它向下要再挑战一些低位的时候 汇丰难免其实也是会受到一定的拖累 这一点其实是 大家都需要去留意的一个地方 但是始终去到这个moment 来说 除了一些比较政策受惠的股 你想hold一些 不是太受害怕出现监管拖累的 港股之中去挑战的话 我觉得汇丰会是一只选择 汇丰会是一只选择 汇丰会是一只选择